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深喉嚨 挖新聞 挖真相 挖內幕 有多深 挖多深 已經有很多個法夾灣的新政府 今天的國會倒是為了 轉型正義的第一站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在委員會裡頭和國民黨的立委 大打出手 而且用了自備的麥克風 主席陳其邁火速的宣布 通過提案 讓人想起當年太陽花事件 張慶忠的半分鐘 陳其邁的7分鐘 張慶忠的半分鐘 誰對議事規則比較熟 就可以主導國會的運作嗎 節目當中我們會深入來探討 另外一個法夾灣的部會首長 勞動部部長郭芳玉 到底有沒有還給勞工7天假 基本工資是不是要調到126元 兩個改口的說法 讓勞團痛批 勞動部長是小偷部長 偷價又偷錢 到底誰有理 節目當中 我們也會來討論 先知道今天節目的來賓 第一位資源媒體人 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江啟臣 大家好 民黨立委華偉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行政院發言人鄭立文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許淑華 大家好 國民黨567聯盟張思綱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 今天立法院上演的全武航 為的是不當黨產條例的審查 主席陳其邁非常的強勢 而且還有時代力量 幫忙佔領主席台順利通過 是 因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算是民進黨 他要推這個轉型正義的第一波 所以這個當然 兩黨都非常非常重視 但是我們很意外的看到 時代力量 奇怪 民進黨老大哥不出 小弟先跑出來 6點多就來排隊 然後6點半就進來就站位子 站位子還不得意很高興的樣子 我必須說 國民黨你也不要怨別人 你連起床都起了別人家晚 這個沒什麼好講 然後接下來 你被人家站在位子之後 陳其邁就開始 因為他主席 他就宣布確認議事錄 老實講 這個時候攔尾才開始發動反攻 雙方都有備而來 雙方都準備了自己的麥 互相在那邊嗆聲 但是問題沒有用 因為攔尾沒有搞清楚 整個議事規則 因為議事錄是主席 自己決定就可以的東西 根本不需要透過你們這些 你們在那邊吵這些東西 也沒有用 然後這個時候 藍軍才發現 他們議事規則好像沒搞清楚 然後要提程序問題 可是問題是 人家民進黨早就有備而來 他先提了 先提善會動議 你提程序 我就提善會 對 所以我找你一步 我先提了善會動議 當然以這個階段來看的話 我當然先解決 善會動議這個東西 然後就7分鐘之內 直接表決通過了 然後後來就開始一片混亂 一片混亂的時候 雙方家你推我擠 當然沒有一個人承認說 他們誰打了誰或誰推了誰 反正到最後有人受傷就對 我們這個賴瑞隆委員 他就說他自己手腕見血受傷 到底誰推誰打 還是自己推 這是民進黨的賴瑞隆 對 所以我們沒有人知道 到底情況到底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不承認 但是我必須說 今天這整個鬧劇的結果是什麼 我覺得只證明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一個黨蠢 一個黨賤 然後這兩個黨 就是把我們所有的選民 耍得團團轉 然後就鬧出了 這個不當擔產條例 就跟當年張慶忠半分鐘通過 其實在我看來 沒什麼太大差別 大家都是用劍招去解決問題 為什麼一個劍招 可以被國民接受 另外一個劍招 不被國民接受 這個我就覺得 我們台灣的這些島民 我們大概自己腦袋也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當全體所有的人 大家對民主的共識這麼薄弱的時候 其實國會永遠都是一場鬧劇而已 不過今天在委員會上演這個場景 有個滿特別的來看 過去在立委跟立委打架推擠的時候 我們總是看到是同性的一邊 男生一邊 女生一邊 不過今天是男生跟女生打成一團 這個是第一個 過去比較少看到的場景 第二個 站主席台的 不是民進黨 是時代力量 代替民進黨 早上6點先來排隊站主席台 國民黨怎麼連早起都贏不了 這個執政黨 這個是當在野黨 可能第一個功夫沒學好 鬧鐘要多按幾個 然後接下來是道具的問題 我們看到 大家在搶這個桌上的麥克風 這是立法院的麥克風 結果這個麥克風 其實只是個道具 因為每個人都自備了無限的 陳其邁宣布整個提案通過 用的是自己從口袋裡頭 拿出來的無限麥克風 你可以帶 我也可以帶 其實國民黨也帶了這個小蜜蜂 但是沒有用上 這是今天在委員會衝突 我們看到幾個場景 先請教江委員 你們今天有假期動員 為了這件事情嗎 還是本來就知道 有人6點要來站主席台 你們乾脆就太早了 先起手 我想第一點 我們今天這個 在審這個三個的 聯席委員會的委員 是有假期動員 有假期動員 我本身因為那個時候我是 我剛好在外交委會擔任詐委 所以我還沒有過去的時候 就已經結束了 因為10分鐘就結束 問一下俗華好了 你們今天有假期動員 請問這個假期動員的時間 是幾點 你們知道時代力量 6點就要來了嗎 第一 我們不知道 陳如剛剛我們啟程兄講的 第一 我們今天是三個委員會聯席 所以只有聯席的委員 我們8點50分會到現場 再來就是部分區的委員 我們有要求他要到現場 事實上我覺得我首先 先藉著機會 把整個國民黨黨團的立場 來表達清楚 事實上針對於這個黨產的問題 對於我們很多立法委員來講 國民黨的到底是資產 還是一個負債 所以對黨產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在今天的一個會議當中 在我們國民黨裡頭 就覺得說 既然是大家對於這個黨產 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也希望 就盡速的去處理它 所以第一 我們國民黨 希望的是從政黨法裡頭 去規範它 政黨法它當然包括了 黨產的一個處分 但是民進黨的朋友 認為這個黨產非常要緊 他另外提出一個 不當黨產的這樣的條例要處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條例 對 這個條例當中 有國民黨的版本 假設我們是真的要 刻意去杯葛的話 我們不需要去提出 國民黨的版本 這裡頭也有包括今天 在場的黃偉 澤文 也有提出他們立委的版本 包括了時代力量 包括了親民黨 都有提出他們的版本 事實上在6月6號 我們已經進入主條了 在主條的過程當中 每個委員當然會提出 我們一直在講的 所有的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希望有針對性 但是我今天準備了一張 這個是所有的條例 大家可以看到 國民黨我們提出的是希望 把這個叫做 政黨財產的監督管理條例 但是民進黨包括委員提出來的 都叫做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我要先請教一下 國民黨一直在質疑的是說 既然我們都希望所有的政黨的規範 都能夠清清楚楚的 當然包括我們的財產 為什麼他所設定的是 民國76年7月15號 包括他有提到政黨 跟附水組織的財產 是在民國34年的8月15號 他要推定這個叫做不當的黨產 我要試問 這個難道不是一種 針對性的立法嗎 再來 我要 對不起 我要佔用一點時間 跟大家說明 可能大家都會把這個整個的焦點 在我們國民黨的委員 在護整個黨產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黨產的部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只是希望清楚的去表達 立法院不應該各自的去擴權 我們自己的主張 我要再提到 他的這個條例當中 第六條 經本會認定署不當取得的財產 他要第一時間要移找國有 或者是地方自治的團體等等的 這些的地方自治團體 到底是哪些的團體 再來還有第十一條 我現在只是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上網應該都可以找得到 我們也可以提供 他所謂的像機關 要來調查這些 所謂的不當黨產的時候 不受稅捐基爭法 第33條的規定 也就是說 本來我們應該要 對義務納稅人 是要有保密的一個權利的 但是在這個委員會 他成立之後 他這個委員會的權力大到 及警察司法 所有調查權於一身 所有的規範全部都不會 都可以說 這個委員會可以 他自己各自的去行使 另外我覺得非常誇張的是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 就是他可以派員 前往有關機關 包括營業所 以及你個人的住所做調查 不需要有搜索票 我要試問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 這黨產不是國民黨 對黨產有意見 我們願意接受大家 政黨公開來檢視 但是為什麼這個權力可以大到 你可以進到人家的住所 不需要有搜索票 另外你可以調動 所有各級機關 警察機關都可以協助 然後所有被調查的個人 團體法人都不得拒絕 都不得有任何妨礙調查 這樣的一個情勢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最扯的是什麼 他還有訂定一個獎勵辦法 現在整個國家不是說 我們要財政 我們整個要精簡嗎 這個訂定辦法 他的本會要另外去訂這個辦法 到底訂這個獎勵是要幹什麼 要讓大家檢舉是不是 就檢舉說 就檢舉國民黨 有哪些不當黨產 然後有一部分的獎金 要發給這個檢舉人 是 我就很簡短再把它說完 他的任務的一個編組 他當然有設置的委員 是由行政院長來派任的 任期所有的委員都是四年的 蘇花手上這個是民進黨的版本 其實這個版本你可以看到 這所有的都是修正東西 143頁我們一直在提的 就是民進黨你能不能提出 你一個版本就好 不要有這麼多委員的 但最後他們以的是 葉宜經委員做最終的版本 在6月6號我們提出 你們要不要提出一個版本就好 讓所有的我們委員看了可以比對 但是陳其邁招委當天的決定 我們有提了一個案子 就是請你整理一個 所有的修正版本 事實上民進黨 已經對所有的條文 都有提出修正的一個條例的 那現在到底有幾個版本 總共有10 加上委員的8個版本 再加上各黨有10幾個版本 10幾個版本一起送進院會 對 然後所有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大家看得慘慘 所以我們才說 民進黨既然有你的主張跟版本 何不提一個 那是我們不提的 當我們提出說 能不能請陳其邁委員 整理所有一個修正的 動議的版本 讓我們參考比較好比對 陳其邁委員當天 他的主持會議上面 他是講到說 這個大家參考就好 沒有處理我們的臨時動議 這就是民進黨招委 他在處理議事上 這樣的一個規定 最後我要講 所有的機關 雖然人這麼少 他只有訂定10幾個人 但是他可以指敗所有的機關 讓他可以整個去調動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 包括民進黨提的 轉型正義當中 為什麼會讓人家 詬病是一個黑機關 那是一個東廠 因為你們講的是一個 轉型正義的口號 如果要處理黨產 對很多國民黨的黨員 包括我們要在選區的立委來講 事實上我們對這個議題 我們覺得說 只要是公開所有的政黨 你能夠接受政府補助的 應該不能夠去設定你的年限 如果去設定年限 難道這不是針對國民黨的 國民黨來設計的嗎 我們剛剛非常謝謝俗華 把這整個不當黨產條例的內容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其實大部分的民眾 真的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而且現在有十幾個版本 如果要一起送進院會 我也不知道立委 到底要怎麼省這十幾個版本 這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 我們等一下再讓韋哲發言 我們先來看今天 剛剛我們討論的 議事攻防的部分 這個朝野議事攻防的部分 現在朝野換防了 就是執政跟在野的換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立法院裡的亂象 並沒有減少太多 還是一樣大家搶麥克風 推來幾句 然後就把議事通過了 陳其邁是這一個委員會的 這個招委主席 星期一的會議 今天的會議 都是由他來當主席 剛才舒華說 本來希望這個主席 在星期一的會議 能夠把十幾個版本 大家整理 同樣的東西歸類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版本 再送院會 可能審查起來比較方便 不過這個陳主席 並沒有同意這樣子做 全部一起稀里呼里的送院會 今天是要確認 星期一的議事錄 確認星期一十幾個版本 要一起送院會 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書記長林德福 就當場抗議 他說抗議 我不要這樣子確認議事錄 不過陳其邁對於在他眼前的 這個在野黨的立委 跟他說抗議沒有聽到 繼續念說 請問各位委員 對上次開會的議事錄 有沒有錯誤或是遺漏 沒有 哭 就通過了 所以我們的立法院 並沒有因為 這個朝野換防之後 而在秩序上面有所改善是不是 先請立委評論一下 你過去帶過的立法院 我覺得從剛剛 兩位國民黨委員 還有今天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你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你熟悉民進黨 熟悉立法院的運作 就知道說 其實禮拜一的時候 就已經通過了 當然通過的內容跟程序 可能在國民黨這邊 會覺得說是很難接受 但是禮拜一其實就通過了 禮拜一通過了要送院會 禮拜三你照例 你就要確定上一次會議的 會議議事錄有沒有問題 所以他一定要問 請問各位委員 有沒有錯誤或遺漏 這是一定要問的 委員你要有意見的話 除非是 因為議事錄它是 它其實就是聽血聽打 它只能照實登錄 它不能說沒有發生的事情 寫有發生 有發生的事情說沒有發生 所以不管你對發生的事情 高不高興 只要他沒有寫錯 你大概很難有意見 除非他在議事錄裡面變造 你覺得沒有發生的事情 可是議事錄說發生了 或者是有發生的事情 議事錄說沒有發生 這時候你可以表示抗議 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說 當時的狀況為什麼是這樣 而且很明顯的 時代力量6點就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作秀的一個動作 因為黨產條例 這是一個非常高度 政治化的議題 它是一個長期綠營 用來修理國民黨的一個 很明確的造勢的一個議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對時代力量來講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他做的這個動作 很明顯的是在作秀 然後對他的選民說 你看 我在這個 通過不當黨產條例裡頭 對 我有獻貢獻我一份力 他就怕國民黨沒有來抬他 如果都沒有人理他的話 他說實在坐在那兒 也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覺得怪怪的 對 我覺得時代力量 佔領主席台 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 而且 陳其邁應該說 你幹嘛佔我的位子 這位子應該是陳其邁的 陳其邁 所以叫做徐永明 霸佔陳其邁的位子 賣個主席台 因為主席不是國民黨的 主席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是要通過 不當黨產條例的 所以很明顯 時代力量是在作秀 至於現場 為什麼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可能是在陳其邁 處理的過程當中 他太阿靶了 就是說他完全不讓少數 有一個發表講話的機會 就是說以前 譬如說國民黨 尤其是四分之三多數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就比較紳士 因為國民黨紳士 也常被人家罵說 你們這麼紳士 對眾人幹嘛還紳士 你就會讓小黨就說 反正總是讓他們背一下 你也是要讓他們說一下 對不對 講完之後 要謙卑的聽一聽在野黨的聲音 你表決他們一定輸的 你總是讓人家有一個發表的機會 背一下的意思是廢的意思 過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計較了好嗎 告背一下也讓他們背一下 不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告 可是因為他們的少數力量 通常會讓多數 所以國民黨在立法院 表現被大家罵的原因就在這裡 好 拉回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陳其邁 他大可以讓國民黨的委員講話 講完之後再表決 也不用表決 對 因為除非你議事錄有變造 不然一定會通過的 而且他這個黨產 不管他的內容 像剛剛俗華也很可憐 然後也很認真的 告訴大家裡面的內容 他講完了以後 也是背而已 不是這樣 也是夠背回去 說穿了不過就是這樣 可是你總是要讓少數 有講話的機會 還是陳其邁 所以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陳其邁後面可能有重要的行程 所以他必須在七分鐘之內 結束這場會議 是這樣嗎 所以他不必要的去製造這個混亂 你們今天一 二 三 四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算 我覺得其實 等一下 他們到底了 太欺負我們了 後面時間還很長 本節目已經進行了三分之一 你真的不要急 後面還有很長的時間 對 等一下 不只七分鐘給你 不是 我覺得 我只要講一分鐘就好了 好 你先講 我還沒講完 我講一分鐘就好了 我們領讓多數的執政黨 我同意剛剛立文講 這只是一個議事路的確認 大家知道 在審查 不當黨產已經審查多久了 從三月到現在 然後林德福委員自己講 說一直平民發言杯葛 在禮拜一就平民發言杯葛 林德福那時候講 黨產我們根本就不在乎 不在乎還要講那麼多 第二個 是什麼時候通過了 是禮拜一通過的 不當黨產條例 他們自己初審通過了 第三個 蘭偉杯葛無效退席 你們自己退席的 國民黨因為我們 禮拜一就要審 國民黨說已經快要 5點多了 我們要 會議時間快到了 律委說我們要加班審 會議時間延長 蘭偉一聽到就說 會議時間延長 我們要去走了 走了 我們繼續審 因為我們通過會議時間延長 你們自己不在 審查的時候發言 而且自己走掉 現在還要講我們民進黨 而且最後一個 今天是講 今天是因為立法院通過 一個這樣出審通過 第二次會就要審查議事錄 就要通過 詢問一下上次那議事錄 有沒有記載有沒有書漏的 有沒有文句不對 跟現場情形不符合 這點立文都跟我們解釋 所以既然沒有的話 不管你喜歡或你不喜歡 你本來就議事錄要如實記載 所以說如果確認議事錄 沒有錯的話 議事錄就通過了 沒有 所以 所以說陳其邁說7分鐘 並不是整個審查7分鐘 是這個議事錄確認7分鐘 確認完之後 有人提散會 在推擊的過程當中 有人提了散會 所以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就是沒有必要 因為你已經通過了 對於民進黨的立委來講 你讓國民黨的委員講個話 有這麼困難 為什麼 幹嘛那麼小氣 你就讓林德福上台去講一下話 會怎樣 你幹嘛 因為 因為讓你的委員講話 不會影響結果 對 你結果已經確定了 可能主席還被實在意量站住了 對 你為什麼要7分鐘決定 你可以開7個小時 確認議事錄開7個小時 不是 我說你們這個會議 為什麼要散會 是你們提的散會 為什麼7分鐘就要結束了 因為案子已經審查完了 後面沒有案子 沒有排別的案子 就變成國際論壇嗎 不能夠讓在野黨的委員 上去講一下話嗎 如果是我當主席 讓在野黨委員講一下話是可以 但是你說他小氣 可是事情案件就已經通過 就是因為這樣才產生衝突的 不是 是在喊 確認議事錄就已經衝突了 你看 主席講說 請問各委員隊上次會議 議事錄有沒有疏漏或遺漏的 那個時候就衝突了 就是有意見 有意見就要讓人家講話 他不處理 所以後面才開始催急 你要針對說議事錄哪裡錯 你要講出來 你不讓人家講 你不讓人家講 沒有 發言台也被佔據了 然後還要自己拿麥出來講 而且那個麥克風 我特別承認 特別澄清 那個麥克風是立法院的麥克風 你是說那個獨憲的麥克風 那是立法院的麥克風 是議事人拿過來的 王院長那個時候 還拿那個什麼小蜜蜂 有 有 今天現場 也出現了兩隻小蜜蜂 張信中也是拿小蜜蜂 是因為民進黨的看到 我們穿上藍色的Polo衫 他就以為我們又要什麼動作 事實上我們本來今天就是希望 把我們的訴求講清楚 透過我們程序會議的表達 把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立法院 不斷擴權的這個部分 在法上我們希望去講清楚 這是我們的立場 法律只有處理法跟不法 法律不可以處理大不不大 所以只有法跟不法的問題 沒有大不不大的問題 這是政治用詞 光是這個字 這條法律就違背了民主法制 最基本的名字 看到我們穿的這個藍T恤之後 這個Polo衫 他們就覺得我們又要 去佔領主行臺 所以在整個意識上 他就用這樣的一個處理態度 所以這件衣服以後 不要常常穿出來好不好 會製造國會的衝突 因為本來就是動員的 就是本委員會的 沒有其他的委員 我覺得動員穿衣服 跟這個程序問題 我覺得是兩回事 所以我們並沒有看到 藍色的衣服就受不了 我覺得謙卑 謙卑再謙卑 我覺得基本上 已經取得這麼多數了 你讓國民黨的委員 講講話 坦白講對結果是一樣的 對民主進步黨的民主形象是一樣的 我現在不講程序的問題 我現在要講一些實質上的問題 因為禮拜一也講不過你們 是啊 所以不講了 為什麼 我現在要講實質上的問題 現在反正民進黨 就把國民黨黨產污名化了 我覺得國民黨 有時候在處理事情上面 也比較動作緩慢一點 不過我要講的是 像黃黃雄2007年 他就有一個監察院的報告 還有當時林權 在擔任財政部長的時候 也出了一份 在有關於黨產的一個報告 當時黃黃雄2008報告說 有830筆的土地 或是相關的黨產 有些疑慮 OK 後來就把這 國民黨把這830筆 另外再加32筆新的 自己處理的 通通是捐拉 或是做其他處理了 OK 所以我們處理這事情 總共有個依據 再來它這個所謂的 盪不盪黨產 其實並不是 你哪說盪就盪 你哪說不盪就不盪 當然 當然這要經過一個討論 你不能用人數的優勢說不討論 而且他們就照抄 所謂什麼東德的共黨的這個版本 可是我覺得那是犯了一個 邏輯上的謬誤 因為東德共黨是一系崩潔的 OK 是在90年代一系崩潔 而且當時系德馬克1比1 跟換東德馬克 所以用經濟統一 所以東德共黨倒的時候 對不起 國民黨沒有一系封解就要 但是我告訴黃偉生 你們都要記得 你們的歷史讀得不好 我們做法民國1985年就解嚴了 然後後令還開放黨禁 暴禁 還經過20年的總統直選 你們還稱讚李登輝是民主先生 那個時候他是國民黨黨主席 所以他本來就有一個 民主化的一個過程 民主黨在民主化過程中是得利的 所以你再去拿這個黨產 去框民進黨 對不起 拿黨產去框這個 國民黨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 多少國民黨 包括李登輝在認為國民黨的 黨產很有問題 對 他的手上問題最大 民主先生 民主先生認為黨產先生 OK 你要講說民進黨說調查 說多少比 民進黨在黨的印象得很多分 基本上今天的事情 一句話就講完了 就是民進黨 趕快幫我們做個結論 贏轎又要贏話 就是這樣 贏轎就不能說贏話 是非屈指還是要講清楚 不是 因為你不當兩個字 就不應該出現在法律調的裡面 不當兩個字就不是法律用 那適當的黨產反正就不用處理 不當的黨產還要處理 你可以講說 你可以很中性的語言 爭議好了 爭議黨產 法律只有處理 法跟不法 法律不可以處理 當與不當 所以只有法跟不法的問題 沒有當與不當的問題 這是政治用詞 光是這個字 這條法律就違背了民主法治 最基本的原則 好 我們再來是 關心一下勞工權益 今天勞動部部長 勞動部又失火了 被勞團痛批是小偷部長 又偷價 又偷錢 怎麼回事 是 因為大家如果 還記得很清楚的話 我們的郭芳育部長 他一上台的時候 5月24號才上台第四天 他馬上就宣布了兩大德陣 第一大德陣是什麼 基本工資調降 然後打工族的基本工資 確實已經隨之調升 勞動部最快將此議題 納入六月舉辦的工作小組討論 將打工族實行調整126塊錢 雖然增加6塊錢 6塊錢也是不錯 最快今年7月1號 就可以調升打工族薪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先恢復七天國立假期 因為之前陳雄文部長 不是說要 因為價放太多了 那個七天要取消掉嗎 就要說先恢復 然後一個月內提出 勞機法修正案 然後明定勞工每七天一休兩天 全國同享週休二日 然後國定假日也全國一制 答案那個歡聲雷動 我覺得太好了 終於選到一個好部長出來 結果先是6月1號 他說維持著強調 依照程序會先請工作小組 會議討論 但是從來沒講過最快7月 就能夠實施 這是媒體的解讀 所以這個是媒體自動抹下的標題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這可能要問當初採訪他的媒體 但是據我所知 他好像是自己對著鏡頭這樣講 不過部位首長跟曹啟宏一樣 真奇怪 如果覺得媒體當時的報導有誤 5月24號 他就可以澄清了 為什麼到6月1號 才要說他的報導有誤 那我們覺得很奇怪 然後到6月7號 今天又講 勞工部提出勞機法修正草案 原本每七天應有 一天立假的規定 調整為應有兩天休假 其中一天為立假 另外一天為休息日 又創造一個非常偉大的名詞 叫休息日 然後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日 結果你不是跟 你還是跟陳雄文一樣 你還是把我們那七天假偷走了 然後國定假日比照鞠躬 但多一天勞動節 還有多一天 有多一天 不是七天 但是有一天 所以第一個 你之前5月24號的講話 都是呼嚨我們的就對了 現在講的是對的嗎 還是之後你要繼續偷 你要一點點把我們的假 全部都偷完嗎 你到底打算要怎麼做 拜託 因為我說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新內閣這些部長 每一個過彎 那個壓車技術都非常漂亮 我們全國人民對你快跟不上 所以拜託一點 你告訴我們一個確定 你的答案好不好 不要等到我們今天好 好不容易真心相信 你今天已經是小偷了 結果到明天你變強盜 那不是更悲慘嗎 所以拜託告訴我們確定的答案 不要胡說八道 這個新政府 美豬的案子得罪了豬農 核電的案子得罪了環保團體 現在這個勞基法修正案 又得罪了勞團 來聽一下他們的心聲 到底這個勞基法的修法 有沒有比國民黨時代還要倒退 現在勞團對於新版本 是不滿意的 先講這七天假 這七天假當時前勞動部部長 陳雄文在立法院被立委 K的滿頭包 要他吞回去 他吞回去了 說那等到新政府再來處理 處理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嗎 我們有沒有解讀錯誤 除了多人那一天勞動節之外 其實我記得當時候的郭邦玉是 好像是副主委吧 勞動部次長 所以他其實他非常地清楚 整個來龍去過 而且他是長次 對 所以他是非常了解 陳雄文把他吞回來 他又把他吐出來 重點是你吐出來 你又沒有吐出全部 就是說這個當初 陳雄文收回去的時候 然後說新政府上來要處理 郭邦玉當時候是次長 他很清楚整個來龍去過 然後你又承諾說這七天假 我們要給 他跳出來講 那時候好像 他決定要接部長了 他就出來開這個支票 所以要給大家 我們要給大家 結果你現在520 政治上任之後 你又說沒有 我們只有多一天而已 然後又說這個時間 也不是他講的 所以這個標準的 現在的內閣閣員 都是改口改口再改口 然後彎來彎去的 怎麼彎是沒有關係 可是最後彎到一個 死胡桶裡面去 也出不來 這是現在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今天為什麼勞團 他剛剛最後那一句話 他說沒有比國民黨時代 那時候的方案還要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這個內閣 其實不只勞動部 我們看到經濟部 我們看到國防部 我們看到其他部位 好幾個部位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一開始上任前 他會講一套 520上任之後 改口另外一套 改口之後遇到問題 再來改口另外一套 所以我們完全都搞不懂 到底是哪一套 你看今天 我們現在應變的速度都很快 今天 今天你馬上你就看到 今天是連假 晚上連假開始 交通部長說這個 什麼端午節夜間 國道收費的事情 那我們看看這兩天會怎麼辦 他一開始說 講得大天做 想說我就是要做 結果後來他說我們試辦 那試辦其實我不曉得 這試辦是不是為了下一次 連假他要繼續辦 還是說下台階只要講說是試辦 如果這一次沒有被罵翻 下一次可能就繼續試 那也不見得 不一定 因為地方縣市首長反對的人 我相信他也不敢講 請問要違哲好了 現在勞基法又發明了一個 新的名詞叫做休息日 以前沒有休息日這種東西 休假就休假 所以現在有分 立假跟休息日 休息日跟立假的不同 好像是勞團 對於整個勞基法修正案裡頭 反彈非常大的地方 他認為你用休息日 來取代立假的說法 就是要偷我們的假 我們沒有辦法 實質的週休二日 這是一個假政策 是這樣嗎 公務員早就已經實施 週休二日了 請問公務員在禮拜六 禮拜天有沒有人加班的 有吧 所以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先不要講說休息日 像聖經裡面的 禮拜天是休息日 我們不要講到聖經 但是 但是我說真的 不是 這個是勞動部發明的 我說真的 我支持勞團 支持勞團 就兩天都改成 就正常休假就休假 就不准加班 好不好 但如果說這真的是所有 所有的勞工朋友 都支持這樣子 我沒有話講 那勞委 勞動部 現在講說有一天是 例假日 有一天是假日 例假 另一段叫休息日 那個休息日叫什麼 可以加班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叫休息日的 平常現在是 禮拜只休一天 那其中禮拜六 禮拜天 或是說任何一天 七天裡面有一天 你如果要找勞工來上班的時候 是不用加班費的 現在變成說 如果這個休息日 這一天你要加班的話 是要給加班費 就薪資雙倍 有的勞工覺得OK 薪資雙倍OK 有的勞工覺得說 不要 我要嫁 不要錢 這是變成一個選擇 但是我還是支持 如果大多數勞工朋友認為說 不要說全部 如果大多數勞工朋友認為說 我不要嫁 我一定要週休兩天 我支持勞工 所以這件事情 顯然聽起來好像要凝聚社會共識 跟這個核電一樣 要先凝聚社會共識 你勞工到底要什麼 我是民主體制 我們才能決定 問題是 勞動部已經宣布他要這麼做了 他做這件事情之前 他凝聚了勞工的共識嗎 因為他修法還要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是民意機構 民意機構如果說社會大眾 或是大多數勞工朋友認為說 我們要嫁 不要錢 立法院就不會通過 就會通過這個兩天都是假日 我想兩位國民黨委員都在這邊 所以立法院是聽民意的 在這節目裡面 我已經聽太多次的委員說 對那個農委會我也不贊成 對資金部長講的我也不贊成 對勞動部長我也講的不贊成 那你們為什麼找這些人來做客 最新版本勞動部的這個勞基法修正 好像是滿符合蔡總統 在選舉期間跟企業界會談的時候說 勞工價太多的這個概念 因為價太多 不然我其中一個改成休息日 就是你可以來加班 就可以不要放假 可以領加班費 是這樣子的一個施政概念 蔡英文為此事道歉 但是還是說了 所以他否認了 還是說了 所以他不認為勞工有價太多 我也真的不要幫他們被硬拗了 第一個這個最糟糕的問題是 講錯話就要道歉 今天這位部長 他在立法院受到質詢的時候 他還說那他來做民調好了 就是凝聚社會公事 他做民調 就是跟柯文哲一樣 就那我們來iVoting好了 這個非常奇怪 跟莫名其妙的一種 不負責任的說法 我說實在 我坦白講 其實你這個要回溯去問一個 根本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是找他當勞動部的部長 為什麼林權找的經濟部長 勞動部長 國防部長 基本上好像過去跟民進黨 一點什麼關係也沒有 然後他到底對蔡英文的主張 民進黨長期的堅持 他到底熟不熟悉 了不了解 如果他不支持 不了解 不相信 為什麼是找這樣的人來阻隔 我覺得這是一件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因為郭芳玉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趣的 他是長次 所以他是文官出身 他長次就是他是長務的次長 換句話說這種人比誰 他比部長 因為部長時間搞不好 都還沒有他長 他閒熟業務 他比誰都熟 所以他不可能說 因為我像那個誰 曹啟宏可能就是不熟 然後就傻傻的 人家跟他講什麼 他就講了就講錯了這樣子 他不是 他比誰都熟 他是一路上來的 他是故意講錯的 我覺得你們要去問清楚 他是一路上來的 他為什麼會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講兩個不同的版本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講的東西不一樣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 他其中有一個是講錯的 那他到底是要哪一個 然後為什麼他到今天 他還不肯鬆口 他還說那不然我來做民調好了 所以這中間背後的決策機制 到底是什麼 在這節目裡面 我已經聽太多次了 韋哲說對那個農委會 我也不贊成 對經濟部長講的我也不贊成 對勞動部長我也講的不贊成 那你們為什麼找這些人來做一格 可見我是多獨立 我跟你講 我其實 你是民進黨的嗎 對 是 沒有 他是民進黨的 不是 我是民進黨的 他們是民進黨 他們不是民進黨 已經很多人在講說 蔡英文感覺好像不太像是民進黨 他們選了半天民進黨沒有執政 這是我覺得 其實馬英九也有類似的問題 都很喜歡用文官 然後都很聽文官的話 好幾位都是國民黨籍的 就是文官或者是學者 沒有 我說蔡英文用的 對 我就說他 就說他們都一樣 我跟你講如果是文官的話 國民黨執政也是他當次長 民進黨執政又是他當部長 我們選來選去 罵來罵去 結果都是同樣一個人在當官 同樣一個人在決定事情 不是很奇怪嗎 他們是最大的贏家 所以是假的 你是說政黨輪替是假的 我覺得是假的 所以你們要搞清楚 但是問題是說 為什麼林全找這些人 為什麼蔡英文找這些人 林全不是蔡英文的幕僚的頭嗎 他的智囊的頭嗎 所以對於蔡英文或民進黨 執政的理念訴求 應該很清楚 很堅定 因為是他提的才對 林全也不熟 對於核一要不要 他自己也轉彎 林全好像也是臨時抓來的 我覺得你們好奇怪 不是說準備好了嗎 你們的支持很奇怪嗎 準備8年了 結果準備出來的菜色 看起來是怪怪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更怪 就是剛才 這更怪 這更怪 我們如果要票選 這個真的可以排在很前面的怪 我們有國防部部長 馮世寬 而且他應該也不算是不鹹熟業務 因為他也是戰鬥飛行員出身 也是空軍 他當國防部部長 在立法院裡頭他跟立委說 我是絕對不會承認 大陸劃定的東海南海 防空識別區 也不會通報大陸 未來如果實行運輔 也不會報告暴離 會以實際的行動 表示我不接受這個航空識別區 而且他還評論 就是在南海製造緊張的是 大陸 評論完了之後做了什麼事 他告訴大家說 6月底7月初 我們要海軍軍艦會協助海巡署 把所需的4萬枚40炮的彈藥 運到太平島 太平島就是南海最重要 最關鍵的一個戰略島嶼 他說我會 到底是誰在造成南海的緊張 這件事情 連美國國務院都跳出來說話 美國國務院東亞發言人格雷斯說 國務院已經注意到相關報導 報導是說這個 就是說6月底7月初 有人要把4萬枚40炮的彈藥 運到太平島 他們注意到這個報導了 美國敦促所有聲索方 降低緊張 不要採取可能升高緊張的行為 這在美國國務院 在打臉馮士寬 這我一定要講 是 關公有托夢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關公還技工 但是 他兩個都有 但是真的馮部長失言 不過美國連航母戰鬥群 都通過南海了 航母戰鬥群上面的彈藥 多少幾十萬枚 但是我覺得 你現在是在說 美國人你自己製造緊張更多 當然 只是問題在於什麼 在於我們本來就可以運補 但是運補是國家機密 不能說的 不能說就是不能說 而且我還一說再說 部長說他不是國家機密的 原因是什麼 實質上是機密 這軍事部隊調動運補 什麼時候要運 這本來就機密 但是因為海巡署 沒有把它列為機密 若造 你看 那不是多扯嗎 不是 這樣不是 黃遠這樣 不是 我老實講 他把一個應該是軍事機密 不是 這是馮士寬自己講的 他講的 他自己講 不是我講的 馮士寬講說 因為我們那個是一般公文 海巡署報給我們的時候 這不是一個機密 沒有列為機密等級 他把一個應該列為機密等級的機密 既然不列為機密等級 而且讓一個不狀況外的 國防部長把他講出去 他沒有列為機密 所以這件事情是海巡署的錯 不是國防部的錯 黃委員 你根本搞錯 馮士寬我們大師兄部長 其實一路在欺敵你知道 沒有 他沒有一件事情 講的是對 他其實是要運到東莎 對 到底有沒有運 其實也沒有運 他只是虛擬說有運 重點也沒有 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 他沒有接受國家機密 我覺得其實這滿扯的 這件事情最大的傷害 是以後我們的部長講什麼話 沒有國家會去 所以變成部長故意做成狼來了嗎 美國國務院還出來打臉他 所以是美國國務院自己不上道了 他根本胡說八道 你還出來打臉他嗎 他不知道這個是假狀況 結果他還自己講 我覺得其實我們部長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當飛行員員是比較浪漫一點 但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因為 不可以把國家軍事大技當作兒戲 我們感覺好像在玩那個 戰略遊戲的電動而已 但是怎麼樣 剛剛黃偉哲表現得非常好 他身為民進黨 他嗆聲了美國老大哥 我覺得這點應該嘉講他一下 比肚哥們都把你動作小喊 可是剛剛黃偉哲有硬起來 民進黨多幾個項目講 不是 太扯了 他美國自己的什麼無害通過 那我們不能拒手拒點 我覺得說運補本應該的 你說設防空飛彈應該的 你說換成海軍陸戰隊 我們立委都主張 可是問題是你不能說 他一講 美國就覺得說拜託 這個台灣政府 不要去升高區域局勢 你今天補4萬8 後面越南又去補8萬8 那不是把這軍事情勢給拉高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防部長 我覺得是所有這些部長裡面 我覺得最不合格的一個 運補本應該的 你說設防空飛彈應該的 你說換成海軍陸戰隊 我們立委都主張 可是問題是你不能說 國防部長你不能說什麼時候 有多少軍艦要去 有多少彈要去 不能說 我覺得馮氏寬 並沒有感覺他自己說錯話 為什麼 因為昨天晚上 林權宴請立委的第一場 馮氏寬有出席 馮氏寬在這一場 林權宴請立委的餐會上面 說了什麼話 這個話的確 他是要告訴美國國務院 就是說我其實在打臉的是老共 你老美跳出來做什麼 他說大家一直虧他說 你運了4萬顆彈藥到太平島 老共被嚇死了 立委建議馮氏寬 下次可以說部署4萬發飛彈 300架F16 馮氏寬開玩笑的回應說 這樣我就變唬爛部長 他對於這個話題 他還是繼續跟立委開玩笑說 我運這個4萬發的炮彈去 是為了嚇嚇老共 他的確是想要主導 整個南海情勢的發展 是立委講的 對 但是他繼續延伸他們的話題 就是延伸他們的話題 覺得我們這樣做 好像是挺為國爭光的 是這樣子嗎 優惡當肉麻 他下次說 我們派個何子前提過去 我覺得馮氏寬這個部長 當初在任命他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的討論 我不敢講說爭議 反正討論很多 覺得這個已經離開軍旅 大概10年左右了 已經10年多了 他的過去的觀念跟現在的情況 還能不能鬥在一起 還能不能match在一起 再來他對現在整個的 軍事的情況掌握 甚至國際情勢的掌握 到底是不是那麼進入狀況 我們看這個禮拜他這個發言 基本上他這個 有關於國際情勢的掌握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還要再重修 我們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其實當過兵的 或是常看小說 看電影都知道 這國防的機密 基本上你去運補什麼 不管人 物力 甚至是個子都是兵種 其實基本上都是要保密的 都很少說 我這大喇喇說 我要運4萬元 炮彈到那邊去 那是告訴別人說 我上一個講一句話就好了 記不記得 之前講中共演習的時候 說亞巴彈 是啊 害死了多少人 害死了共軍的 我們佈置在對方那個見譜 整個情報網都被偵破了 是啊 逢世寬講這個話 所以講話很注意 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去透露我們的情報 告訴我們的相關的 包括越南 可以計算說他們今天已經打了多少 當然還剩多少 我來發動旗席 來佔領這個東沙島或太平島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一講 美國就覺得說 拜託 你這個台灣政府 不要去升高區域局勢 你今天補4萬發 後面越南又去補8萬發 那不是把這軍情勢給拉高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防部長 我覺得是所有這些部長裡面 我覺得最不合格的一個 所以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還要為這件事情進行危機處理 李大維還要趕快跟美方交代說 逢世寬他講的話 跟他心裡想的不一樣 我們其實並沒有要升高 整個南海的情勢 聽聽就好 外交部還要去 為國防部部長講的話 去做危機處理 這件事其實是不是逢世寬 過於想要討好民進黨的立委 所以在問答的詢答當中說 我不怕老公 我其實這些作為 都是為了要嚇死 其實第一時間講說這本來不該說的 那一天我當主席 我很清楚 是陳廷飛委員問他 又是陳廷飛 不是 他沒有問他這件事情 陳廷飛純粹就是問說 這南海的局勢怎麼樣 意思說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一直相對應的作為 這些等等 他沒有問他你有沒有送飛彈去 送子彈去 送炮彈去 都沒有 他講說要做什麼作為 他是說我們有做了哪些作為 而且我們最近馬上6月底 我們就要運補4萬發的40炮彈到 他是主動爆料 對 他主動講 然後講出來之後 他說我不應該講 我本來不應該講的 他講出來他發覺不太 所以是因為陳廷飛大委員問了 所以我只好講 他講出來其實旁邊的事務官 有點愣住了 他就馬上就說 其實我不應該講的 不過愣住有兩個原因 一個可能是說 你不應該講這個 二 你講錯了 就算你講你也講錯了 而且他的確講錯 為什麼 因為那4萬發 後來其實據了解 那4萬發不是都是40炮彈 而且也不是全部遇到太平島 據東沙跟太平 對 所以他講的資訊也不對 他是個七敵 用心兩敵 所以後來立法院 對於他這個談話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 王玉民就說 他是嚴重的失言 凸顯他對國防專業的無知 連國防部發言人陳忠吉 也要出來收拾殘局 仔細的解釋 4萬美講的是各類彈種 而非單一彈種 且是輕兵器彈種 運送地點 則需要保留 他還保留 這個馮氏寬都已經講出來了 他還說需要保留 所以他講錯了 正確的不能講 所以他是故意講 所以正確的一定是機密 所以正確的沒講出來 是機密 搞不好東沙島也不是 搞不好是綠島 所以其實是運到綠島 結果現在美國也出來關切了 說不要有人製造南海的緊張 所以外交部長李大維 要去跟美國在台協會表達說 馮氏寬當時是口誤 他並不是真的要把4萬枚炮彈 運到太平島 其實也真的不是 對 其實也講錯了 所以大家弄一弄去誤會場 原來在製造南海緊張 是美國跟大陸 因為馮氏寬 他是一位空軍的二級上將 他也當過參謀次長 以及政戰主任 所以這個事情 在他這個層級發生 確實是讓他滿驚訝 第一 把不該講的 公文能不能列為機密 這個你自己要有這樣的 一個敏感度 就算是沒有列為機密的 你自己要有這樣的敏感度 能不能說 再來就又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是讓我們看到 是特別訝異的地方 搞不好人家陳廷飛 是故意做球給他兩個 搞不好套招 想說要好好表現一番 做得太漂亮 有 王定宇做的球就是 如果你駕駛戰鬥機的話 你要不要飛過那個 什麼航空識別區 所以他就告訴大家說 我是戰鬥機飛行員出身 我不會去承認這個識別區 也不會去通報 所以這都是在跟民進黨立委 疑問一答當中 去把一些國家機密給洩漏 在立法院裡頭 我們的國防部部長 可以這樣子嗎 不過因為航空識別區的事情 本來就沒有算限 航空識別區 我們既然不承認 我們就不用報道報禮 這是本來應該做的 因為你如果承認 他是航空識別區的那個部分 我就 我已經死盡 我要跟塔台聯絡說 我已經死盡你們的航空識別區了 我已經離開了 這個終於本來就不用做 可是問題是 我還是覺得說 馮部長 你還是要把你嘴巴管一管 馮起來嗎 馮世寬 所以要馮起來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不講話是個美 但是真的是這個時候 對於國防部長 如果這樣的話 一般小兵怎麼 今天如果這個4萬發的事情 發生一般小兵或一般的基層軍官 馬上就被關緊閉了 這個洩漏軍閥 然後就送辦了 洩密 不過我們的這個國防外交 其實國防外交 應該是對於國家來講 是最高的戰略層次 但是我們的國防跟外交的部會首長 常常對一些事情發言的尺度 其實都超過大家的想像 包括李大維之前講的 蔥之鳥 膠島的這個部分 包括這次馮世寬講的國家機密 所以以這個新內閣的成員來看 其實國防外交應該算是總統 自己親自所督導的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 是新內閣的銜接當中 有不適應的問題嗎 還沒有接好嗎 還是說 我覺得是因為 太體察上映的問題 太體察上映 對 為什麼 我看到上禮拜天 王健壯寫了一篇文章 在評論李大維 不過很意外 王健壯他說他跟李大維 是一個算是長年的一個朋友 但是這三個禮拜的表現 讓他對過去的老朋友 覺得很意外 第一個 我們講Freddy的樂團 到底是董事長還是閃靈 他是董事長 這個沒有簽到國外交易 OK 這個沒有簽 但是他的意思說 你在言語之間 對Freddy的臨場所 與多慘媚 然後說這個董事長樂團 在國外演出的時候 怎麼樣激勵人心 怎麼樣為我們的國外 他突然變成樂品是嗎 對 中華民國這個文化外交 這個做得很好的前鋒 再來第二個 李大維身為一個 過去在駐外的外交人員 知道這個交接時間 都有一定的長度 但是他這次怎麼樣去逼 這個國民黨時期駐美代表 陳旅勳 叫他兩禮拜之後 兩禮拜之後